词曲 李宗盛 飞进飞远 飞远飞远 左右之间 生死边缘 叙事已选 持守空拳 转间隐线 看不到一点 抚养之间 烽火连天 为信仰加冕 人真相 触摸无常 不声不响 吃梅忘凉 悉数登场 富与万康 人结局 白空千疮 我已不伤 乘风破浪 肩脉怒涨 冲入截亡 人跌宕 十五双 进来 处长 顾志伟一家 在半个月前曾出现在广州 然后从广州出境去了香港 再从香港坐船去了菲律宾 这个顾志伟现在在菲律宾吗 还在调查中 找不到这个顾志伟 罗立忠他们操纵股市的赃款 就没办法追回来 一个普通的银行家怎么可能 这么神通广大 目前还不能确定 劫走顾志伟一家的是 罗立忠的同伙 还是其他什么人 应该不是罗立忠或者金灵慧的人 如果是他们 顾志伟不可能活到现在 尽快找到这个顾志伟 是 就这儿 对 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硬刷链 我们已经盯了好长时间了 错不了 抓人 老实点 走 走 快点 走 走 走 快点 走 沈副处长 不对 沈代理处长 有事 这个案子就不麻烦你们了 保密局接手了 这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地方我们盯了那么久 你们说接手就接手啊 你要抓的这些人里面 有我们保密局的线人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去保密局 我等着你 沈发 客长 他们人多 把人带走 让客 都谢了 对客套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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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密局抓了地下印刷厂的同学 是的 不过你别担心 我已经安排释放他们了 对外就说 他们给了我们保密局钱 把自己输出去 你这个贪官在别人眼里 真是越来越贪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 灵芝计划的名单 我已经送回老家了 各个解放区 都在对投冲人员进行侦点 灵芝计划彻底被瓦解 太好了 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对了 顾晓鸣 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组织上已经审查过了 没问题 你也许不会相信 从见到你的第一次 我就喜欢上你了 这种感受 我无法用言语去表达 我只知道 对你我很依恋 我也一直都相信你是一个好人 现在我们要分别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但我知道 你是在为一份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努力 奋斗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我们未来 会在一个更好的社会里重逢 沈局长 处长 叶局长安排今天下午开会 这次会议通知的是 少数重要科室的负责人 什么内容不知道 但保密层级很高 顾智伟的案子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让党通局 乔委员会的外派特工去处理 他们在当地 应该有更多的资源 好 记住了 有任何消息只能向我汇报 不能走到封上 是 现在的社会运动 越来越难以控制 而且工人和学生的组织规模 也越来越大 这种情形必须遏制 大家面前的 这是刚起草的秘密清除计划 由吕科长给大家解释一下 情况是这样的 为了挟制现在的社会运动 我们研究了一下 针对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 还有学生领袖 进行一次秘密的清除 具体的实施办法 就是对他们进行暗杀 然后为造成意外死亡 大家对这个计划 有什么意见 局长 不经过正常的审判 就触觉这些人 会引起更大的实惠舆论 沈处长多虑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些搞运动的人 特别是学生士 不知道鲜血的味道 如果让他们尝一下 鲜血是什么味道 我相信 他们自然就会感到恐惧害怕 也自然就会乖乖地听话 可往往这样的事 会闹出更大的麻烦 我们伪造成意外死亡 再加上警察局的配合 会有什么麻烦 一次两次是可以的 可这么大规模 势必会引起社会的 非议和警觉 只要他们抓不到证据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沈处长 你应该听过一句谚语叫 杀鸡给猴看 那吕科长也应该懂得 什么叫草木结冰吧 好了 今天叫大家来 就是对这个计划进行评估 然后提交上去 等候定夺 现在这还只是一个意象 还没有到要实施的时候 不过大家要记住一点 这个计划必须绝对保密 除了与会人员 不得对任何人等泄密 是 进来 局长 你来 是为了会上说得清楚计划 对吧 局长 这个计划问题太多了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评估吗 这是吕不清起草的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像他的行事风格 局长 这样的行动 与常先生主导的方针 完全是不一致的 而且 常先生还以众学生设立青年军 他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呢 党国的内部不是只有太子系 你是受常先生的气动 但是在官场上 不要太靠这一边 你我是了解的 但这要是换作别人 你的话 就可能惹来麻烦 我不考虑政治派系 我只对国家负责 这就是我重用你的原因 不管是常先生 还是陈立夫陈果夫一派 都对你很看重 现在党国这样的人才 实在是太少了 还请局长三思 这样的计划如果真的实施 可能是灾难性的 您听听 听听外面都在说的是什么 你我都是从青年时代过来的 年轻人都是理想化的 可是理想和现实能一致吗 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都得接受现实 有的时候 只能采取非常措施 可是 好了 这个计划也只是处在评估阶段 我也不希望它真的能够实施 不过 你要是反对 就要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 好了 你去吧 这些人都在干吗呀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 在街上游行多危险呀 你不懂 这些都是有血型的孩子 可是他们那么年轻 万一正出了事 好好活着不好吗 就是他们 老爷 这看来 一时半会儿 走不了 好 实在不行 就让道走吧 好 站住了 站住了 停车 停车 老爷 老爷 你们都奔过了 老爷 老爷 您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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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是不讲道理的 您别跟他们士气 您给我回这儿带着去 老爷 你不能去 舒服吗 来 老爷 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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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少爷 你可回来了 老爷 刚缓回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在回来的路上 街上情况很乱 老爷急火攻心 所以一生气 轰过去了 现在还在床上躺儿呢 你上去看看 不可能 一旦 已经整理行了 好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爷 老爷 何晴 这老虎真是多事 你上班好好的叫你回来干吗 老爷 您现在身体不太好 再喝一个好不好 先放那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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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给我送个礼物 这是我磕了一个星期的 来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谢谢哥 准是你弟弟 附队 你们兄弟俩坐呀 要不我去厨房看看 人生鸡烫好了没有 那好 今天的事你们两个都知道了 当年我们前来反对清朝政府 清朝政府到了 我们又反对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也倒了 一直以来 民国应该是民众的国 可是今天民国政府的牵口 就对准了许愿山 我知道 今天不仅 是警察县兵 还有你们党同局的人 保密局的人 我一直希望我的两个儿子 能够为国出力 这就是我两个儿子干的 这就是沈家 父亲 不用解释 我心里清楚 不 你们也是没办法 你们来看我也说不出什么 你们来看我也说不出什么 你们下去吧 我将说一会儿 父亲在那儿消消了 我们先出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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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陈芳 等一下 你早就回来了 为什么半天才露面 你怎么知道我早就回来了 你衣服上的温度不对 没有刚进门那股凉气 大哥就是大哥 什么都瞒不过你 确实 我刚才在楼下 和虎伯聊了一会儿 问了问父亲的情况 父亲年纪大了 受不了半点气 如今不想受气 就不能出门 风气如此 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我都是政府的人 说这些话不合适吧 我只是发发牢骚罢罢了 毕竟 我们保密局 并不是所有人 都希望那样对付学生 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我问你一下 顾志伟那个案子 您保密局进展如何 那个案子 不是你一直在处理善后吗 怎么问起我来了 我怀疑有个别势力 你帮助顾志伟一家逃脱 有这种可能 罗雨忠虽然死了 金灵慧的人也抓了不少 但是难保 没有漏谎的 这些不是金灵慧的人干的 那些人抓的抓 关的关 他们已经顾不过这些来了 那你觉得会是谁啊 你觉得你可能是知情人 你可能是知情人 为什么 你最了解罗里忠的底细 你也能最快做出安排 我说得对吗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知道 常先生 给了你很多的支持 他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都很清楚 但即便是这样 你觉得就能搞定一切吗 你知道 金灵慧涉案的那些高官 现在都在干什么吗 你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陈怀恺 现在 在长沙绥靖公署 承前手下 做了一个副司令 那个何主任 在重庆绥靖公署 朱少良手下 做了后勤部长 原来南京县兵司令部的 副司令周林川 在广州绥靖公署 宋子文手下 做了一个副参谋长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只是现在还没有公布罢了 不过我想很快了 没想到吧 陈怀恺 本来 就是孔祥熙家的亲戚 那个何主任 也是陈立夫 陈果夫的亲信 周林川 也是娶了宋家的远房侄女 你觉得 蒋家 敢把这三个家族 全都得罪了吗 罗李宗指他们手中的一张牌 现在这张牌没了 他们只不过是吐出点钱罢了 又能怎么样呢 你以为党国 是蒋家一家的吗 错了 是这四个家族一起的 那应该是十五 我都看清楚了 你更应该看清楚 你要我清楚什么 我只是觉得 你的注意力放的地方并不对 你天天在家 却没有发现父亲的情绪变化 他腿上有伤 可是他吃的那些药 如果长期服用的话 会让他得益于症的 这些 你都不清楚 算了 我们想的看的都不一样 再说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快快快快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伯 胡伯 大少爷 有事啊 有人进过我书房吗 没有啊 这两天家里没来生人啊 就是来了 他也不能上楼啊 沈放呢 他进去过吗 不会吧 大少爷 你的书房他一直锁着呀 他人来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跟二少爷一直在老爷书房聊老爷的事儿来的 是吗 没错 大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你先忙吧 大少爷 有些事老胡不懂 不过我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大势所趋 当下这时局 你别太难为自己了 老胡的话多了 我现在准备饭点 饭好了之后我叫你 这么严密的计划怎么会泄露 你们的保密措施是怎么做的 严查所有接触过文件的人 查出谁有问题一定严惩不淡 你们两个也不例外 中统要自查 现在任何人都有协议 你早就回来了 为什么半天才露面 你怎么知道我早就回来了 你衣服上的温度不对 没有刚进门那股凉气 大哥就是大哥 什么都瞒不过你 有人进过我书房吗 没有 沈放呢 他进去了吗 大少爷 你那书房他一直锁的呀 他人来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跟二少爷一直在老爷书房 聊老爷的事儿呢 我刚才在楼下 和胡博聊了一会儿 问了问父亲的情况 谢秘事件已经惊动了委员长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人 我要他的脑袋 吕阁长 这次谢秘事件 你们行动科 必须全力配合党政调查处 局长放心 我一定配合好沈处长 他对我对我 我一下我觉得 你都很听了 你还在哪儿 你去我们书房 那时间啊 哪儿 那扫养 哪儿 好 我们在楼上 好 这什么都会从而 今天报纸上都写了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是说 你们党通局的那份 清除计划是吗 如果是你写的秘 你最好告诉我 我可以酌清楚你 但如果你不说 被别人查出来 恐怕就没这么好看了 既然你认定是我了 为什么不直接 把我抓起来呢 泄密可是重罪 不过 我 我得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保密局 军情医处的代理处长 你知道诬陷我是什么后果 沈凤 别以为你是我弟弟 我就可以轻易放过你 你什么时候放过我 这样的话 你跟我说了一百多遍了 你不觉得 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啊 你不认识吗 你可以否认 但是我知道 你进过我的书房 推测 就只是推测 你有证据吗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我还会再来找个书房 你令你来找什么 我会来找我的书房 牛硕 我不是 我刚才放过你 我什么时候 这段时间 都是被书房 这屁股我给你留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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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哥 我最近一直忙也没时间来看你 给你挥的钱都收到了吧 收到了 其实你不用总给我钱的 我真的还好 赶紧就拿着吧 现在这钱也不值钱了 昨天还能当两天生活费的钱 今天可能就够买几盒火柴的 大哥 为什么日子会变成这样 你太忙了 需要多休息 我还好 你以为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吧 学联和民运的人 昨天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 说是过两天 要号召民众和学生 再次上街事归游行 抗议政府 避免避害民运人士和学生的阴谋 要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吧 我抄了一份 给我看看 来 怎么了 沈大哥 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 报纸上 报纸上说的那个什么 清除计划 是真的吗 你们真的会用 那样的手段 对付我 不是你们 是我们 你是我的人 你害怕什么 我不是怕 我不是怕 沈大哥 你让我相信政府 我一直都听你的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这样的相信 到底还对不对 我有的同学 被打伤 被打残 还有一个同学 被打残 没了一只眼睛 你说过你不会让我失望 可是你真的能做到吗 这个名单上的人 是不是会跟报纸上说的一样 一样的结果 我会公正地处理这些事情 他们做错了事 就必须遭受惩罚 我会尽可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 我不相信这个政府了 但是我信你 但是我信你 还就是 你就能把我看你 对我还不信你 你能不能直播啊 那些事 算了 不信你 这么大人 你不相信你 文件泄密的事有进展了 是吕科长的功劳 我们行动科的线人提供的线索 有家报社的编辑收到过 我们的绝密文件 我们就把这个编辑给抓了 然后顺着这条线 又抓了一些相关的人 刚好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 恭喜 吕科长 这个人的口供沈处长最好 亲自听一下 局长也是这个意思 把你刚才说的那些 再说一遍 饿着归同商量的凡事员 应该是跟印刷厂有联系 跟他们送幽默和智障 那家印刷厂 是共产党的基点 印刷系维近的宣传品 那份文件 是 是我专家会报社编辑的 你怎么会有这份文件 是有人匿名给我的 终于有道文件 我会做了表记 然后又会传递给 夏明的几家报社 跟你联系的那些共产党 都是些什么人 我只见过一个交流 传的是共产党 他是夜色咖啡店的店员 让我来就是听这些嘛 别着急啊 沈处长 这里边的事可多着呢 前两天我们行动科 获获了一个共党的地下印刷厂 抓了几个人 其中就有他 没过多久 保密局就把这些人给带走了 他们说 这些人里边有他们的线人 然后保密局就把这些人给放了 而放人的正是沈方 沈方是你的弟弟 而你又是接触过这份绝密文件的人 把这些都联系起来 你不觉得挺奇怪的吗